如果說人生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到達重點時能夠記得的風景有多少 有什麼值得珍惜 又有什麼讓人心碎 如果回憶是一本日記 又有多少頁你想要失去 有時候真的很想要失憶 但是到後來才發現好像有些重要的回憶 總是能提醒自己不是不單一個人 也不是說